大家好,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《百米清水》。 亲爱的观众,收听今天的分享,有一种苦,只有过了50岁的女人才会懂。 作家维娜说,人生就像行走在海里的船,所有的经验在海箱面前都是空白。 若你觉得只有一个老船长就已足够,或许下一场海风就能将你席卷到海的对岸。 人过50岁,女人就像是海上的扶贫,看似自由,实际上很多选择都不受自己控制,被命运裹挟。 许多女人总是固守着传统的思想,从心底觉得,女人就应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奉献给家庭。 年轻时照料,丈夫和孩子,老去之后,还要照看孙辈,把积蓄都拿出来帮衬子女。 女人从来都不曾想过,自己应该有另一种生活。 默默地为家里付出一切,尽管偶尔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, 却又摇摇头,感叹生活有太多的无奈。 50岁,女人有一种苦,叫无法做自己。 50岁后,操劳一家老小的生活很苦。 50岁后的女人,退休在家,没有了工作上的压力, 可是转眼间换了一个角色,成了家里的专职保姆。 女人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照顾一家老小,没有时间关心自己。 早上去菜市场,回到家给孩子们做早饭。 子女们出门上班了,女人就开始打扫卫生,洗洗涮涮。 照顾孙辈,或者接送孙辈放学,一天到晚都是忙忙碌碌,腰酸背痛, 还不敢让子女们知道她的痛处。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,看似无足轻重, 却成了压垮晚年生活的一根稻草。 身体常常力不从心,心里也感到疲倦不已。 累得身上有小病小痛,也不愿意去医院。 怕自己独自去医院应付不来,嫌麻烦。 也不敢告诉子女,怕耽误他们工作,让他们跟着担心。 就这样,五十岁后的女人,操劳一家老小的生活, 不管身体上有怎样的苦,总是默默的,一个人承担下所有。 咬牙硬撑,一直到病倒,才知道对自己太过于苛刻。 女人要懂得心疼自己,不然晚年期苦,不会感受到快乐。 五十岁以后,带孙子的日子很辛苦,人到五十岁, 许多女人接过带孙辈的重任。 不仅把退休金都贴不给了他们,还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 子女们上班赚钱,很是辛苦。 这样,能帮他们减轻很多压力。 有时觉得,自己累一些,苦一点,没有什么关系, 只要儿女的日子能越过越好就行了。 在带孙子时,寸步不离地守着孩子,生怕磕着,碰着。 每天研究怎么做出孩子喜欢的腐蚀, 常常忘记了自己的吃饭时间。 孩子让抱着背着,举高高,不顾自己的身体,也要让孩子高兴。 带着他去游乐场、公园、上早教课,完全忽略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早上起得早,晚上有时候都累得不想洗漱,到头就睡着。 五十岁后,带孙子的日子虽然偶尔觉得很美好,但是实际很辛苦。 为了带孙子,常常都没有时间好好吃饭,没有时间好好休息, 无法过自己喜欢的生活。 看孩子,比工作还累,得不到报酬,照顾孩子的方式不对, 还很有可能受到子女的责备。 身体累,心有时因为儿女不理解而更累。 五十岁以后,为了帮衬子女不断付出,有一种苦, 是得不到儿女的谅解。 即使为她们付出了一切。 五十岁后,女人牺牲了自己所有的晚年时光, 却还常常得不到理解,心里很苦。 小舍得忠的蔡菊英,得知外孙没有办法进入心仪的辅导班, 想要帮忙。 她先是苦苦哀求老师, 被拒绝后,她就大吵大闹, 在辅导班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。 女儿田宇兰知道这件事, 觉得母亲很丢人, 对着她大发脾气。 蔡菊英心里也很委屈, 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为了孙子。 她付出了一切, 得不到女儿的理解, 让她感到无比的心酸, 无比的委屈。 人生路上, 对于子女, 父母总是想使出所有的气力。 为儿女们的生活添砖加瓦, 可是有时付出太多, 并不是儿女们想要的。 虽然父母不断付出, 可是和子女有很多隔阂和代沟, 得不到子女的理解和尊重, 在外人面前看着一团和气, 实则内心的抑郁与苦闷无处宣泄。 五十岁之后, 如果不想日子过得那么苦, 就要学会对子女放手, 让他们自己经营好属于他们的生活, 留一些安逸与空闲给晚年的时光。 人到五十岁, 不管生活有多苦, 都要学着好好爱自己, 学会做自己, 活出自己的理想人生。 有的女人在家里, 她活得最累, 干得活最多, 任劳任怨。 可是仍然无法获得儿女们的认可。 女人过了五十岁, 其实身体开始走下坡路,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, 都要量力而行。 可以在不让自己太过疲累的情况下, 适当地帮助子女孙辈, 和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, 过度付出不利于建立好的家庭关系。 人到五十岁, 女人得学会为自己做打算, 给自己留下些积蓄, 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, 有自己的生活规划, 按照内心所想去生活, 让晚年的生活更快乐。